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让他获得金马影后的 却是一个千百年来上人唾骂的角色 谭金莲 汪萍的本名叫孙旺平 活脱脱一个男人的名字 汪萍是之后所起的一名 汪萍原本是浙江绍兴人 父母早年前往台湾 他也是在台湾高雄出生 台北成长 1968年学生时代 他曾参加台湾中影制片场的演员招募考试 并且顺利考上 但在中影他并没有得到机会拍摄任何一部电影 就在1969年4月 在台湾发展不顺遂的他踏上了赴港的旅程 1969年加入邵氏电影公司 首部作品是井上梅子的遗产五亿元 可惜这次触电没有成名 他的长相不具备攻击性 让人看起来非常舒服 仿佛他的性格一样 很少有不好的绯闻攻击 70年代张彻导演发掘了很多新人 他所拍摄的作品也深受欢迎 因此 如果能被张彻导演看重 出演主角 那么意味着这个人就要红了 所以当张彻邀请汪萍来主演小煞星时 很多人着重开始关注汪萍这个名字 和人一样平淡的演员 之所以这部电影会轰动一时 还跟当时两位影坛巨星有关 那就是双子星江大卫和狄龙 在这部电影中 江大卫扮演了歌舞厅歌手强仪 他被人强迫抢劫 却不想自己失散多年的初恋女友 就是要被抢劫的对象 单纯可爱的女友就是汪萍饰演 这部电影让新人汪萍得到了关注 在两大巨星的帮衬下 他的可爱姑娘的身份被观众所认可 所以多年后再提起小煞星 什么除了敬佩张彻导演 给电影里面歌曲的作词 感叹年轻的江大卫时尚仙巢 还居住了电影中那个乖巧可爱的姑娘汪萍 汪萍本人亦是在少世女星中奠定稳固基础 她亦有其他作品 如《报仇》 《龙虎斗》等 皆以娇羞少女形象事人 其后她在大决斗 金印仇 火瓶中一改形象 转眼侠女 但是汪萍与邵氏的合作并没有维持多久 1973年她便又脱离邵氏 转而以自由之身活跃港台两地的影坛 1982年在李汉翔的游说下 再度到香港 为邵氏拍摄《武松》一片 饰演潘金林一绝 李汉翔香港大导演 拍过的电影类型特别多 对古代风雅人情的掌握不亚于一个古代人 她正是一代电影大师 她拍的电影涉猎特别广 水准又高 但是她也拍风月电影 但是即使是这样 依然受人追捧 因为那里面的文化底蕴依然很厚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李汉翔风月电影碰红了一堆人 这其中就有汪萍 插具体外话 不知道是哪位导演说的 在演艺圈 正经女人虽然痛恨荡妇 其实若有机会扮演个妖妇角色的话 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 这句话也可以演绎如下 正经演员虽然痛恨潘金莲 其实若有机会扮演她的话 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的 2009年新版《石虎传》丑拍时 不少一线女演员毛遂自荐 想扮演潘金莲 这部电影请的就是汪萍 迪龙等人 本来汪萍是台湾的演员 一生饰演清纯妇人 到末了 因为饰演了一个当妇 却得了金马脚 可谓是命运开错了玩笑 汪萍与迪龙的合作由来已久 在她当女主角的报仇与大决斗中 便是与迪龙合作 二人合作可谓是有始有终 凑巧是在她收山之作中 再度与迪龙有了合作的机会 只不过这一次要比第一次惊台很多 汪萍演的潘金莲 风骚魅形恰到好处 而迪龙饰演的武松 忽怒而微 泡气凛然 当然这正是体现了李汉祥的导演能力 李汉祥在导演潘金莲被杀的一幕戏时 教导汪萍去做表情 你一辈子都渴望来那么一下 最后这一刀就是 这就体现了李汉祥导演 对市民文化特别津津乐道和精确把握 风月奇谈 北地烟炙 桌奸趣事 文化人拍出来的那才是风月片 他对历史尤其细节的考究 比现在大多导演都更有追求 比如古大 用了京剧中矮子行路的方式 让演员古风活脱脱变成了三寸丁 特畏是精妙 也就怪不得古风凭借这个角色 拿下了金马奖最佳配角了 除此之外 李汉祥还给武松起了个别名 叫武天刚 而在打虎之后才叫出了武松这个名字 大概是因为打虎前 武松只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浪荡小儿 路见不平只会打架惹活上身 而打虎之后 即使是路见不平解决猛虎 那就是为民造福 武松的高大威猛和武大的三寸丁身版上人对比 是谁都有几分痛心 潘金莲流下了那几滴眼泪就是一个证明 可见李汉祥对女性描绘的是如真的 是真正理解了潘金莲这样的一个性格女人 只不过历史不允许她有一个好的结果 说回汪萍 在一般导演的眼里 汪萍就是一个纯良女孩 当李汉祥导演极力游说汪萍 饰演她的新电影武松里面的潘金莲时 很多人眼睛大跌 汪萍本人也是不愿意的 但是李汉祥也是一根筋 她的坚持让汪萍也开始怀疑 我真的能演好潘金莲 于是她从台湾又回到香港 开始拍摄武松 潘金莲 武大郎 西门庆 武松 这四个人的故事从深层来看 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其中潘金莲作为唯一的女角色 体现的是那个时候 被压抑的女性的代表 早眼抓住这一点 将汪萍的爱恨隐忍 情感压抑 全都表现了出来 不得不说汪萍与李汉祥的这一合作 算是非常完美 尽管电影中有些少而不宜的镜头 但是观众却看到了不一样的潘金莲 汪萍扮演的潘金莲是受害者 她满足而又心痛地 死在了武松的怀里 眼神绝对是经典带现 所以千百年来被骂的潘金莲 竟因汪萍的诠释 而引起了人们的同情 所以电影播出后 汪萍出名 一举获得了金马影后 李汉祥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武松梦 获得了金马奖影后 在演艺事业最火红时 谁也没有想到汪萍忽然引退娱乐圈 责得好夫婿 迅速吸引家人 安心做持家女人 结婚后生育两个儿子 蜀金说生活美满幸福 2003年回台参加第40届金马奖颁奖嘉宾 有人问汪萍为什么要退出荧幕 她说这辈子拍了近50部戏 拿了不少奖杯 作为女人知足了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家比什么都重要 女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 算起来也已经70了 上次于泰还看到说汪萍早已离婚的消息 但不知真假 不论如何 希望她在这个多时之秋 能够健健康康 万事如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